大家好,歡迎收看即使攻略 我是李慧儀,這位環節嘉賓有Stand Mason 早晨 大家好,如果大家有什麼故事,想問專家意見 可以打來204-6566 或者可以E-mail到ask at bs.com 或者WhatsApp到91571428 我們YouTube、Facebook想直播,大家可以留言、like和share 我們再回答你的問題 跟大家看看港股最新走勢 看到恒指最新升182點,最新報20151點 國企指數最新報6896點,升48點 大市成交暫時有405億 Standley,昨天半日市已經升近7、8點上來 今天繼續升上2萬點以上 看到剛才都說了,消息很多都出來了 看到有個消息就是傳的 就是中美審計問題已經達成共識 事源近月都有些退市審計底稿的問題困擾著市況 現在就傳已經有共識了 還說美監管會親自來到香港審查一些中概股 這個原因可能見到阿里巴巴、京東那些都彈了上來 Standley 是否這個消息可信度又高不高 是不是這麼利好港股的氣氛呢 純粹講那一宗消息 大家早上先 大家早上先 純粹講那一宗消息 怎麼說呢 先講回假設是城市的 先講這個情況 你當作是好消息 我常常說市場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消息 所以如果這個消息 我先當作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話 你說市炒作下是合理的 但是當然 你說昨天的時間 回到七百多點 再升八多點上來 其實都沒有 我常常都是那一句 你回到上來 現在都是二晚邊 其實又回到之前的位置 你說是不是好像很厲害 其實真是很老實講 甚至乎我用回這個星期的市去看 其實你這個星期的市 經過昨天那一刻升這麼多之後 你其實都是升大概二、三、八點左右 其實又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所以你問我其實我很平淡 昨天那一刻升上來 只不過是在想一下有沒有什麼原因 當然又昨天也有很多 大家的猜想 其實到了大概四、五點左右的時間 我的朋友都已經傳了消息給我 說有什麼審議底告 其實我看完之後 我又沒有太大的反應 但只不過有一件事 我是想不明白 好像今早早的時間 有些朋友都還在問我 這個消息究竟怎麼去解讀 我是有點不明白 其實你來了香港 你其實跟回到內地是一樣的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香港又OK 好像進去又不行 我其實不太明白那個邏輯是怎樣的 但是你說這個叫做 審計底告這個消息 你到底也知道了 即是隔不時 可能隔一兩個月左右又炒了 其實之前不是沒有炒過的 之前也有一次傳到好像說 已經分了 談得好數了 但是轉的同學又是沒有了 所以這件事 我覺得又不要大家太過 你當炒著先 就當炒著先 那沒有的 大家可能有機會 甚至乎之前 即昨天的時間 下了之前的時間 是真的有課的 那就先吃些糊 因為始終今天的情況 是有些有趣的 當然了 你說那單的審計底告的消息 先看看 是不是因為市場最近都很靜 大家看一些業績 看到有些什麼消息 就馬上很開心 很興奮 比較敏感一點 會不會是因為這樣呢 好像昨天都傳說 內地加碼救經濟 不是傳說 有這些消息出來已經興奮 純粹是因為最近比較悶一點 會不會是這樣的呢 市場太悶了 大家悶了一段 甚至乎沒有什麼特別好消息 所以變了 發線流沒之後 我突然有一個朋友 讓我先回覆了 Kirvan 傳說答美拉姐 我朋友突然間 原來中了招 所以我看他有什麼事 不好意思 因為他突然有健康 突然間 他突然說不會 加自己中了招 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在隔離中 所以突然間 我一刻問他 發生什麼事 八千多宗 好像很難避開 因為我這個朋友 是很健康 很健碩的 不是很健康 基本上他是很 我最主要問他 沒有什麼病徵 現在沒有什麼不舒服 他好像沒有什麼 不理會他 應該是沒有什麼 一會兒關心他 再說回事 先說回事 先說回事 審慰第一段 我好像懷疑 不算了 那件事 基本上就是 就是 純粹先解釋一下消息 你幾天還未確認 因為最主要就是 你見這麼多次都在談的時間 其實都是 最主要是美國那邊 OK 但是現在究竟 究竟是否OK 都不知道 還有每次都傳 這些消息 不是第一次了 所以大家 那些沒有跟車太貼 是 聽一下我警察有沒有什麼 特別消息 還有靜觀旗 不是 我朋友打了三針 但是他一直都 健康 甚至乎他一直都可以 那些 可能碰那些東西 都會抹頭那些 那些人 通常那些都中的 所以我也覺得很驚訝 他等他中了 另外一些 可能小小困已經攻打他 他真是很死 很小心翼翼的 所以每個孝都 我看到有些人 很不小心都不中 所以可能自身有個抗體 好了 回答大家的問題 剛才那件事 Stanley也解釋了 大家不要跟車太貼了 看看消息面如何 好 我看到Conney 就已經追問了2269 今天彈了半城上來 Stanley 他說89元有貨的 當然距離的家鄉位 都有一些距離 你問一下 反彈目標價 看著多少 若明這幾天 其實都厲害 看見他彈了幾天上來 今天又繼續彈 去到71.6這些位置 下個目標價 看著什麼 他說 這一隻都是一些 叫做 類似中美關係的股份 如果你純粹用回 這一單的消息 去想的話 如果那些審慰底稿的問題 談一遍 真的有個好消息的時間 變成他就OK 他意思是可以炒得多 可以這樣說 他的業績給人 其實他真的不算頑皮 雖然不給的話 差一點 但是他就OK 所以變成 對 如果你有貨 暫時先拿著 為什麼全部人都中了 都沒有 其實都是這樣想 其實香港應該超過一半人中了 中了都不知道 都還是繼續中了 我實際上是 中了 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是啊 這麼好 你講真的 我當你其實怎樣 你香港有七八萬人 你現在每天每天都一萬 那你七八都中了 一兩年都中了 你想想他官方都二百多萬 還有未知的那些 你想想 你想想 不過有時突然 身邊的朋友 另一天中了 都要關心一下 都要關心一下 他要關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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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他要關心一下 他要關心一下 關心一下 如果你關心一下 如果他關心一下 如果你關心一下 你關心一下 如果他關心一下 真的要關心一下 你關心一下 如果你這樣算 首先要關心一下 大家看看消息 到底是不是真的 真的 熟實 應該有機會賺得多一點 不過 我也是一句 這件事 我自己看法 就比較忠誠一點 因為真的不是第一次 就是突然間市炒起 是這一宗的消息 但這些消息究竟是真是假的 大家不知道是否羅利蘭市都不知道 只有等一字 看看吧 另外Conny就問 129 什麼位可以入紅仔 還有下望目標位 因為昨天見到出了業績 Sandy都說過業績就是不過不失 其實今天都能成功彈 他反而想入紅仔 什麼位置可以 80元他穿不上去就少住想一下 不如你試試看 不過在這個市況之下 你要投資這些 好不好呢 其實我的啟發 那是其他選擇的會不會 不是 你要投資的話 其實說真的 科技股 如果你要博的話 反而我覺得博科技股更好 其實有關分業 你說是不是真的很頑皮呢 很差呢 我真的不敢說 你只可以說他用業績 不是一份我覺得 是怎樣說 不是一份很飆青的東西 但是那些行業 因為最主要是說 那些行業的看法 就覺得就是 他怎樣說 他預期下半年 就是因為他公司管理層 是入到7月份一號的時間 其實那個 新業務價值已經有一個很容易 就是有些改善 你看那些行業的報告 都是針對著 就是說他下半年的情況會改善的 是看這件事 所以現在他的價格會打得這麼厲害 其實又是這些叫衝勁的東西 當然 你說 如果你問我的話 那說一句 疫情 都慢慢叫我消退了 那你的業務當然是有改善 這些其實你問我的話 果然是沒有說的 但是 但是你寫出來 那些人又看完節目 就覺得好像還可以 那就打了 不過你問我的話 我覺得 那兩樣東西 第一 你當80元這位置 看他撲不撲到 撲不撲到的話 可以想一下 都是不是 可以小處開一下那些小紅仔 是 你又想再安全一些的話 你怕他都看到這個市好像 這個市場好像不是太差 因為再上 你再想安全一些的話 就是保守一些 82元左右 這些位置我覺得他穿不到的了 那你這位82元左右 這位置你穿不到的話 這些位置開紅仔做淡 那些勝算會更好 那 Connie 也參考一下 就看看去過80元的位置如何 Kelvin Oh my God 一百百多元 昨天手掛 彈不起了 今天暫時都彈了 百分之一左右 看到他的集團就說了 其實 疫情影響就很短期 講到很有信心 立即你怎麼看這隻半身股 一百百多元 昨天就擺明彈不起了 之前說過不要抽 如果要抽的話 反而可以等他上了才知道 那你現在還想不想得過 不想啦 接著他疫情那些又是 你接著疫情是軟的 又是這樣的 但是我覺得 其實中面的問題是什麼呢 也很老實的 其實如果你說業務的性質去看的話 在內地很多這些 和免稅相關的範疇裡面來計 它有大的 它有它一些的賣點 但只不過你說這些問題是 都好看那個 第一 如果短期的時間 我看疫情的狀況 第二是說 它的增長是否真的這麼厲害 因為其實如果你看看 內地的免稅點 這些東西 那一段時間 爆炸最厲害呢 就是應該前幾年的時間 這個叫做什麼 那個叫做海南島 它有時候開什麼 那個 就是它去免稅區那些東西 那一刻開始 就爆炸得厲害 因為你的增長 就是由零開始 突然爆炸上去 但是近年應該那個增長 應該是 我印象中 都好像是 慢一點 所以就變了 如果你現在買去的話 你第一樣就是 看看疫情 真的什麼時候 結束了 第二樣是 因為它算有A股 其實你變相 為什麼它的價格 也可以說 它應該會下降 就是好像有些升不起 這樣的情況 其實它的股值不是便宜的 就是這隻東西 其實你只可以說 它有賣點 賣點也挺多的 但是它的股值不是便宜的 所以你說要買 我就真的會搬一搬 Kelvin 我就會搬一搬這隻股份 看定些先吧 暫時都沒有時候 早晨Tony 是的 看定些Kelvin 好不容易另外見到兩位朋友 就問883 看到大家都問了 就是焦點 出了業績了 Stanley 公布中期順利 按年升到1.16倍 派息0.7港元 按年都增長了1.33倍 但是那些人就有些 就雞蛋裡挑骨頭 看到有些分析 就說 其實它本身那個業績 即半年業績 是創了上市以來 最佳的半年度成績 派息就和升幅 和順利升幅相約 大家就覺得 其實那個派息比率 都沒有什麼升的 但是大家都很憧憬 它的派息 Stanley 你怎麼看它的業績 我看到有朋友 就8.5元拿了 為什麼會倒跌下來的 是不是之前升多了 8.5元拿了 其實我更加不用理 說笑 好好的位置 你這麼低的位置買 其實都不用擔心 還有 我這幾天才在想一下 一些有趣的東西 譬如拿著股份 其實大家有沒有想過 派息 派息 派一派 其實你的成本價 是很低的 好像用中海為例 其實如果之前大家買了貨 我想8.5元 應該都在之前買 我不知道你這個價錢 是除了正味 你想想上一次 其實派息派過一的話 其實你的成本價 只剩下7.4元 你再想一下 如果再派抽圍資的時候 你的成本價 落得剩下6.6元 當然了 你說這次的業績 你說好還是不好 一定是好的 甚至乎今早上的時間 不開名 有同事都問我 都見到他開市那一刻 說 什麼勁架都升得那麼少 然後開完線 就要跌下去 覺得好像搞錯 但是 也很老實的 股票的東西 就沒有說 爆升的 而且 如果一隻股票 每天升你都害怕 我又反而突然轉 它跌不就好 它如果不跌 我怎麼加著 當然有一件事就是 如果那隻股份 好像現在以中學一為例的 其實業績出來 或者派息出來 跟我的預期差不多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記不記得 我之前他出業績之前 甚至乎好像那時候出營起 我都說其實如果計算一條數 假設他用上半年賺的錢 即是上半年 他派息 都至少一定是7毛錢 這個我之前跟大家有說過這件事 所以派7毛錢 其實昨天的時間 我覺得OK 就是在我預期中 真的差不多 還有 你用7毛錢去計算 其實如果這樣計算的話 我當是下半年的時間 都派了7毛錢 即是派了過四 那你過四的話 現在你十個多 十幾利息 其實你想一下 真的很OK 真的挺不錯的 所以我反過來覺得 就是說 它跌不知多好 它不跌 它不跌 很簡單的 有個概念 那時候如果假設7毛錢的話 10元留下就是7利息 那你如果假設 你現在拿10元留下的話 我當你下半年 我當你不要 我當你省上半年一半 你批多3毛錢的息 都要10利息 為何要這麼多 即是 我覺得很多東西 你用最簡單的邏輯去想 其實已經夠了 所以 其實你說中海有 有貨就插實它 是這麼簡單的 還有這隻長線小小看的 都不會說這樣 說真的 資源股就不可以長線看 因為資源股本身 資源價格真是可升可跌 在周期升的 沒有人說 油價是可以 永遠都可以這麼高的 是不會的 但問題是 假設你完全可以預見得到 油價至少是半年內的時間 你不會有什麼 可能大回的條件 甚至現在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現在沙特還要減產 你想想 其實油價 有些分析都說 如果假設沙特那隻OPEC 那邊 真的去到那裡 玩得這麼大 會減產的話 其實油價會爆升上去 因為你想想 其實現在 俄羅斯已經說 本來這東西又不可以用了 你只剩下中東 和美國 但如果沙特說要減產的話 其實整個故事 簡直是 就變成立刻轉 很瘋 不過這件事 沙特是會玩的 有些人都說 想不明白沙特會這樣做 其實說真的 你又不需要想 又說一句了 簡單去想 那油價升 現在誰最有利 就是沙特和美國 所以這個時間 而且這件事 是你被迫著幫他買的 當你被迫著幫他買的時間 我怎麽要給你 這麽簡單 所以你覺得他 所以不似乎現在說 他說減產 你有沒有機會 真的說不定 還有你想想 之前 美國和伊朗談判 我談得好一點的 現在又好像談不成 就是全部的事情 你想一下 回頭 喂 大家都不想油價跌 油價不跌的時間 他中海有賣油 你怎麽很害怕 而且 你的成本價這麼低 就是好像我那樣 我第一注的成本價 都是九個多 你拍一次拍一次 息都回到八個多 跟你差不多 八個多 現在再拍抽籠子 成本價再跌下去 跌下去的時間 有沒有很擔心 除非我覺得現在 要解釋 你擔心的 你還沒想一下 你不是中海有 想夠錢買什麽 你都想得通的 你說那些更好的選擇 你便沽了去買那一隻 但是你沒有的 我建議一下 抓緊它 記住有件事 股票真的不是 有時很多東西都不如你的預期 但是假設公司 情況是OK的時間 其實它跌是不需要理它 反而第一次想想一下 是否要加住 所以我今天都說 我今天都不知網實 去到什麽危險 神話 不知幾乎它跌 它跌得不多 真的沒辦法 回又回 跌跌升又升多多 所以這就是 根本上這些第一次跌下去 你會開心 我覺得我明白 有時拿著貨 它跌是有點不爽的 但是有時 沒有 你拿著它 都無所謂 所以我這隻中海有錢 暫時我覺得我會強勁 還有它再跌下去 我反而會再考慮加住 即是10元那些為止 我不知道 可能突然一無神書 我投價 突然一無神書 突然沒有錢 有錢我加 你也沒有錢 發覺半日課拿著 Kevin 問一隻南月亮 熱跡 這隻好像很久沒聽你說 你有沒有課 這隻出了熱跡半年 有人昨天好像在Facebook 在YouTube上問 這隻的看法沒有改觀 令我昨天有看過那份業績 我突然想到 是不是那份業績 有些什麼厲害的東西 我要看一看 但看完之後 又是批數 我不行了 是沒有的 所以是Kevin來的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 但是看完之後 其實我沒有特別的感覺 是昨晚出了 我沒有特別的感覺 看完之後 我都覺得 沒有了 我都不會後 我都不會後 那個看法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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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很久之前都說過沒有 對了 怎樣了 Kevin 你打了四針嗎 你有沒有打 你有沒有中過招 好 2381 這隻是昨天炒上來的 今天又升兩成半 我都不認識 這些東西 我明明是炒賣殼 家電那些 是他來的 我留言說是Kevin來的 昨天已經問好了 我看 你問完之後 我有點好奇 我想是不是有些什麼 改變了 所以令我覺得好像有些 我馬上就沒有了一份 業績 以為有什麼 對 我初以為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但我沒有了 看完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了 真的 真的 是啊 回答你了 沒有改變 淺學電業這些 擺明是炒的 也是炒 我不知道 不知道炒什麼 不過這些就算了 電風扇炒天氣 會不會 有機會是 天氣它們高溫 熱到這樣 不過派適都厲害 派兩仙都厲害 說實話 可能這樣也是正常的 如果你派兩仙 那你 我業績 因為這些太細小的 但是如果派兩仙都幾 都幾過份 說實話 那升合理 不過應該派適的 沒有什麼特別 純粹找幾天 留意一下 好 有電話 聽一下電話 家庭觀眾的電話 先 看到張先生 張先生你好 早安 朱先生你好 喂 中先生 是 中先生你好 中先生你好 最好 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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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一下 阿里巴巴 就是89800 是 我當時有入貨 當時我買了 就是87元 好啊 買得漂亮 現在這個 這個 這個價錢 我可不可以放 好啊 好 吃碗 謝先生 謝先生 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有沒有看新聞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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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現在還不是說 因為這些科技局升 是因為會計的審計底稿 中美之間好像有機會 談得好 你信不信談得好 在我 他說 二哥那些是樂理界 對 對 對 這問題 如果解釋你信 應該可以的 應該談得好 的話 你先拿著 但你覺得 其實對於這件事 我有少許保留 因為真是好像 有些囊來鳥 說了很多次 所以 某程度上 你如果真是 如果你聽我的意見 不如考慮一下 股一半先 既然你現在有錢賺 你考慮一下 股一半先賺 因為這些消息 講真一句 大家都是 只有一個聽的 可能隔幾重聽回來的 都不知道真是假的 所以 如果可以的話 不如先吃一會 還有 其實阿里很有趣 阿里的股價 之前的時間 你看到 我經常說 一百元留下 不怕買的 百多元的時間 更加知道 沒有所謂 但問題是 到一百元這位置 就好像有點尷尬 你覺得今天 好像曾經 再彈上去 有些刺 好像沒有力量 所以既然這樣的時間 都是安全計 都是減一減房 而且今晚 就說 傑森豪的年會 阿鮑威爾出來說話 又不知道對科技股 有沒有大影響 所以暫時都是 我會建議你 減一減房 除非你很有信心 覺得這壇事 會談得行 如果不是的話 減一減房 鄭先生 就先吃一半 先聽吳小姐的電話 先聽吳小姐的電話 早晨 吳小姐你好 八十幾、七十幾、六十幾都有貨 嗯 變成現在二、三、八 昨天它就升了很多 是啊 但是這些價格 還可不可以溝進去 不住 我先回答你的評寶 先不要加住 好 因為其實 要這樣說 它昨天的升 我覺得都是 都是因為市場的氣氛 好像好一點 然後夾上去 那份業績表現 你說它是不是很好呢 我看完都不覺得 真的特別好 又是那件事 又是那些行 即是你看見大行 有些報告類似 就是說 好像見到它 好像最壞時間的機會 已經是過去 做那些 那些保險 那些 叫做改革 那些 它又做了 好像有些進展 但是 我看那份業績 我又不敢 我又不敢說它 一定沒有改善 但是只不過 我覺得 就是 我還是覺得 要看 要觀察 是的 我對它看法 還是很一本門的 還有這次的業績 其實它的亮點 反而是 平安銀行 它那邊是 平安銀行 因為它的業績 自然出了 所以 其實你說 是不是很有驚喜 其實沒有什麼 只不過 整件事 我會覺得好像 是 借過氣氛 好炒它 所以 它的價 我看法 不可以的 就是 分分鐘你又下去 之前的低位 又真是不出奇 特別是因為它和樓市的 那個關聯性 大家的感覺 比較高 所以你本身 現在你有貨的話 只可以說 加住就不好了 減榜 你不會減的了 但是 就算加都好 下一些 再想這個問題 中石油 你有貨的話 就加住它 其實油股 我自己建議 油股 真的不用你太多 即是OK 拍攝又厲害 所以 沒有了 你有貨 這些位置先拿住它 不用想太多 油股和煤炭股 真的不用太多 沒有 就先拿住它 吳小石 參與Stanley的意見 多謝你的電話 聽到胡小姐的電話 早晨 胡小姐 你好 早晨 胡小姐 早晨 好了 沒見 想問些甚麼 我想問9988 我想交貨 我想交貨 送了1024 我想問貨幣好 還是爸爸好 還有甚麼價位 可以買 兩隻很不同 胡小姐 爸爸 就 剛剛說了 你說現在交貨 其實那個位置有點尷尬 不理解 100元好像真的穿不上去 還有 如果你說現在是80多元 我就建議你買 不用想太多了 但是90多元 又見它好像上面 又看又好像 又剛剛好像 已經升不上去的時候 縮下去了 現在好像 又不是很值得入手 所以如果你本身 你是有 你想加餘交貨的話 都是再內心一點等等 其實很易做的就是 總之你當是 那裡巴巴的位置 那個界的波幅 你當它大概是 80元 100元的位置都上去 所以它上不到 即是它去到這些位置 你叫它破不了的話 就自己可以計算 但是快手呢 這麼說 快手的業績 其實它真的也是不差的 我的意思是不差 就是比我想像這樣好 但是都是差的 其實差的意思是 都是在虧損中 只不過虧損呢 又叫做有些改善 但是這個價格 這幾天就是 又一句了 就打得太過厲害了 還有雖然說有些改善 不過它虧損的那個 幅度 都還是厲害的 其實問心 我只可以說 我對這些公司 這類叫做一些 對這些虧損的公司 其實我有一個戒心 就是你怎麼說都好 你真的在虧損中 而且這個數目 都不是小 等於好像 我差了一點點說 就是雙湯 你看到那份業績 我真的看完 真的不開胃 真的不開胃 你看到那份業績 我看到很多內地 不是內地呢 我昨天見到那些 撲一彈出來的那些 類似網路說 那個營業 什麼增長很厲害 那些什麼 然後其實 那天我都沒有興趣看它 因為都預了它 它一定不會好得去哪裡 然後看一盤數 一看 嘩 大哥 真的 怎樣啊 那些去到這樣 好在哪 它那個情況是怎樣 為什麼呢 它好像車股的情況 你的營業碼升得很厲害 但是你營銷開支 R&D的開支 你搞不定 你的增幅是很誇張的 所以這些就算了 所以發售這些 你要博都沒有博了 就算了 沒想過了 是的 胡小姐這樣參考 多謝你電話先 繼續答問題 Tony 要你久等了 2208日 入得金鋒科技 關於電力發電那些 會不會都冒死 跟電力股 煤炭那些 都可以入的 我覺得 我覺得它經歷過 這幾下大跌之後 我覺得不怕入的 其實也是 所以你怎麼說 我先想一下 因為這份業績我有看的 這份業績好像是 毛利率跌 好像是 都好像是 而且好像 還有一些犯罪 有點衰的 是 時間成不了 但是其實你問我的話 我不是 我覺得有很多差的東西 是預算了的 所以其實是不應該 一個反應這麼大的市場 所以就跌了這麼多的話 其實這位 你現在這一下駁的話 就駁的話 我覺得還可以的 還有一些 你都這麼說 平心而鄰 業績表現 就算不得金鋒 農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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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園很差的 農園份業績 你看完之後 又是會覺得 你都挺衰的 有多不開胃 尤其是衰的 農園份業績 但是 但是你說這些股份 你駁它 就是 你始終是 這些政策 受備板塊 其實真的 你又不怕買這些擺 但是如果你問我相比之下 農園 我真的覺得 我心亡的 所以你說買金鋒 我反而覺得 因為金鋒我看過的 金鋒的情況沒有 農園那些 那麼差勁的 農園差在哪一處 都說了 即是說農園 農園這次去問業績 大家都知道它是封電的 即是 封電是它什麼的 它每年封電的數 那個營業把 其實是不能增長的 即是你看到它沒有什麼 它這方面的利潤貢獻 都是差不多沒有什麼 但是 這回合它需要什麼呢 需要火電 所以你看它反而火電那邊 又 量好像大了 但是它的煤炭成本又高了 是反而那一部分 拖累到業績 所以倒退了 所以反而我看完之後 我會覺得 嘩 你也挺什麼的 即是如果你在封電那邊 有些看頭 OK了 那怎麼辦 但是不是沒有 所以農園這次 真的盤數 有一點點都令我 都挺意外 是的 所以算了 算了 反而這隻就可以想想 2208 是的 怎麼看 金鋒就是我 我支持你的 說實話這次我支持你的 因為我自從昨天 昨天一直都不知道市場什麼 都一直都看到 就算收視也好 拍那段片也好 拍那段片也好 我輕輕說過這壹事 因為我看到有些消息 就跟這片段說了 但是你問我都說不信 我其實覺得 因為這個消息 又不是第一次傳 隔五室也傳一次 但是傳來傳來沒有什麼消息 還有第二件事 正如剛剛這樣說 我真的想不通 其實你回內地 直接做一些 可能你說有些審計 跟香港這邊做 因為它類似說 將那些數據搬來香港 又可以讓人來檢查 其實應該不直接一些 在內地做的 大廢周章 為什麼要搬過來香港 讓人來檢查 我是想不明白這個點 就是我自己都覺得 我今早看了一段影片 就是這樣的新聞 我都問了一個朋友 我說 那為什麼不直接進去 為什麼要把那些數據 又搬過來 這麼麻煩 讓人來檢查 把那些數據搬進去中國裏面 就是我搞不明白 所以變成 沒有啊 我對市場都是覺得 有些解釋 你說二萬零二八 今天二萬零二八 你叫它輸不到 就不妨可以放了 OK 它今天都好像輸不過 二萬零二八這個位 都輸不過 所以都OK 現在都觸犯了一點點 好 那Kevin想問一隻新州的業績 原來已經跌了百分之九 原來已經 是 說它的那個順利利潤 都好像升到百分之六點三 但是無利就要跌九個百分之九 是不是很差呢 見它跌了這麼多 這個可以給大家看 為什麼呢 因為這份業績 昨天我看 我都跟我的同事說 四根了 四根 這份業績 有時候剛才去看的東西 剛才跟Kiwi說的一樣 說這個順利是OK的 不差的 有得升的 大家都可能最初看一個大數 真的覺得好像OK的這樣 但是我一段時間跟他說 其實這一陣子很多業績 就不能單一看大數的 因為大數很多東西 你看不到那件發生什麼事 因為其實不只是新州的 之前有兩家公司 都是這樣的情況 哪家公司 我開了什麼都不要緊 好像蒙偶 還有這個泡泡馬達 其實是這樣的 但是我講些什麼 很簡單 你見過Sales是沒錯 是升了的OK 但如果你再看下去的時間 其實它毛利已經跌了差不多一成 其實你看到毛利率應該差了很多 但你看到下面 很有趣 它這個數字又是大 好像做得好 你看到它今年的比例是OK的 你看下去的時間 可能你會覺得 有些營運做得好 可能那些什麼嚴守 那些什麼 那些開支那些東西 其實不是 中間有一筆數 大家看到這裡就知道 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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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那些六億多 那些六億多 你平衡在下面 如果你假設這個數字 沒有六億多的話 其實你是差不多到達成至兩成 這樣 好了 這個東西 通常在這些情況之下 就自然會想一下 這是什麼來的 是否一些特別的東西 好 拉回下面看 這個其實是什麼來的 這個其實是匯兌的收益 因為它本身 其實你也可以說 這個公司 因為它類似是 可能你出糧出人民幣 收收美金 所以你會出現這個什麼 叫做對匯的收益 但不是公司本身的業務 那個情況 不是計算本業那樣 所以你求完這筆數的話 其實公司的業績 這次一點都不是好 這樣 所以你說價格跌下去 合理 所以昨天我和我的同事都說 沒有啊 如果出了一些錯 其實這些沒有玩的 那些是 一輩子看之有東西 不是 所以當時業績就是這樣 我開了一份 或者不要緊 我開了一份這個 浦瑪特 你就知道的了 其實浦瑪特的業績 大家也說得好像 又是很厲害的 但其實那份業績 又有一些類似的東西 你看完這份 哪個人就有9992 那份業績也是這樣的 突然間你叫它上面 沒錯 這個都ok的 不差的 但一數下去的時間 其實你看到 這個開始經營利用開始 又是跌了的了 為什麼呢 那些經營開始 基本行業開始 是超大的 但是突然間有個數 就是這個了 其他收益 又是其他收益 那麽月拉加 又回到去年 七百萬都不夠 今年多成十倍 差不多 這是什麼呢 其實下面 又類似一些東西 又是匯隊 又是類似什麼 這個有點不同 這個是按一些 公運值的金融工具 那些公運值的變動 這樣 所以其實這次的業績 就有很多這些 古怪的東西在中間 那麽不夠再說 我們說是蒙偶 那麽都是 不要鬼在細節 那麽是蒙偶呢 那麽是蒙偶 那麽是蒙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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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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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好像 好像厲害 這個增長成兩成幾 好像很厲害 但是又是那麽 又是那麽 又看上面 突然間有個數 其他收入及收益 又多多呢 十億 如果你這樣計算的話 假設這個數字沒有了 這個數字其實基本上是要倒退的 這10億是甚麼來的呢 看著吧 這個數字其實是因為本身它做了一些這樣的事情 類似公安值變化那裏7億多 另外每間自公司2億4千萬 所以假設不及這個數字的話 其實業績又是一般的 所以今年很多公司的業績 這些是比較容易 大家可能比較關注的公司的業績 其實今年有很多這些情況 所以看業績 大家這次要自己慢慢看 要慢慢拆 其實裏面的細節可能又是另一件事 對 留意吧 Kevin都解答了你了 很詳盡 好 另外回答金金吧 3899要怎麼看 Stanley這一個 這個是一個賬面上的問題 其實你說每天上做生意很多都是這樣的 但是如果你有時候看公司行不行 很多情況就是 很多公司會有這些匯導的影響 但是對於公司實質上 是不是真的那個業務上是ok呢 我們大家不通常不看這件事 不關它的業務事 對 如果推出看你的top line 就是看你本身的營業板 那個媒體錄那些是否真的ok 就是通常看這些東西 經營利用就可以再拆拆一些細項 看看它能不能 所以這些就是要花些時間去看 兼且有時候真的有經驗 要解釋一下 因為有時候你沒有看 你可能就這樣看數字 你可能會覺得都ok 不差 但是為什麼有時候 分析的價值在哪裏呢 就在這裏 就是看好別人看到的東西 那這些你先不說 贏的才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大家都留意 Kerven 留意一下 好像數字不錯 為什麼會跌呢 可以留意一下 剛才的看法 好 另外金金就問399 怎麼看 這一個是昨天出了業績的 Stanley 今天升到4.4% 順利原來增加了14.6% 怎麼看呀 做一些是不是天然氣類的東西 這次我沒有看過業績 因為這一陣子 這幾天很多公司出業績 我都盡量看的 不過真的有些都看不完 但是你講安瑞科 這間公司做的東西 是有些賣點的 我想你現在很多時候 那些儲的輕能那些 其實這一間公司有這些憧憬 所以業績我真的沒有辦法 還沒看的 但是如果你純粹回到概念上 這些儲能這些東西 我可以跟你講 我覺得他們會不差的 因為再說多一點 其實大家又是那件事 為什麼要想要想遠一點 你試想一下 現在全世界 全世界 現在是說不夠能源 就是出現能源荒能源危機 那這些問題 其實沒有解決不了的 就是一定解決到的 但是好了 解決完之後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相信全世界很多地方 就是很多國家 一定會很 一定有一件事就是 他們不介意要做一些 限制的發電的裝置 因為貨不自私 所以 可能在那裡出來之後 可能有什麼事的時間 緊急的時間 你才拿來用 至少就是說 不會像現在這一刻 你沒有用 所以你預計 這次之後 煤 這些資源 煤 發電的裝置 這些一定會 他們會做些儲備 這個是一定會儲定一些的 因為煤這些可以儲存的 所以可以儲很多 沒所謂的 所以你預計 你會有一段時間 煤這些發電這些東西 就一定長時間會有需求的 好了 另一方面是怎樣呢 就是怎樣去再研發一些儲電裝置 現在一定是 因為現在儲電裝置 就是現在儲沒有電 可能我沒有聽 你要儲電呢 都要靠電池 但是你怎樣可以再 就是怎樣去再防止一些 像你說缺電 缺能源這些發生 一定是這些的 所以你可以完全課施到 之後的時間 這些板化應該會很吃香的 九張大安水科這些應該都受惠的 所以你說這隻我覺得可以的 可以進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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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置不算特別高 因為概念始終是有夠能源 有些設備去儲存它 是的 所以大家 如果選擇股的方向 我覺得是選擇這些 就是相關的 扔一下扔一下 沒錯 大家都留意著 今晚Stan的解釋都很詳盡 給了一些提示 大家怎樣看業績 也謝謝Sameleon的分析 時間差不多了 和你申報 剛才提到的股份 有沒有持有的 有的 有的和大家說了 謝謝你 這個環節時間差不多了 稍後回來 再看看直播環節 稍後見